这个是综合破碎机1300-600的柴油级版本的电风柜 这个电风柜上面是一些控制面板 进料启动 退料启动 出料启动和油泵启动 然后这个是机停 那么看一下里面的结构 这个是里面的一些结构 这个是段路器 贵电的控制器 油孔接受器 这个不知道是啥东西 然后下面好多继电器 这个地方是连接电线的位置 这个上面都有标的有连接的方式 这个是上进料的连接 这个是下进料的连接 这个是出料的连接 这个是油泵的连接 这里有摇哄器 这边是油泵的连接